祝学校生日快乐 暖暖国小114岁了 校庆典礼继母亲节活动现场 贵宾云集也热闹非凡 最棒的是这一栋崭新的教学大楼 终于过程启用了 新校舍 新气象 结合孩子最喜欢的游乐设施 从二楼溜下来真的是超级好玩 我觉得很刺激 以前在暖暖国小 今年是我们暖暖国小114周年 适逢这个周年 我们正好新校舍落成了 新校舍的用途就是除了幼儿园之外 也是我们图书馆大楼的一个设置 小朋友就可以利用图书馆 来探索知识 发挥创意 是我们暖暖国小的百年发展以来的一个大礼物 总共暖暖国小大概我们历经约从工压设计到整个完工 三年半到四年之间 那我们总共争取了将近2700万 那整体的量体大概4.5间校舍 那包括整个操场的部分 那原则上在目前今天正式落成之后 那整个学生就可以正式进驻 那让学校未来有一个更新更好的量体空间 然后可以来进行整体的教学 新南教学大楼提供给小朋友更好的学习环境 期盼培育出更多优秀学子服务社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新南教学大楼提供给大楼提供给大楼提供